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黨政記者黃偉涵先生 第一位是財經專家蘭木華先生 還有一位是媒體工作者即將在 平正殘選的 黃敬平先生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精神科醫師潘建智潘醫師 以及另外一位媒體工作者中年黃先生 敬平我在想 其實如果選民選新的民意代表 其實是希望有新的一個力量 對不對 要衝也比較衝起來 對吧 我們現在的立法院更新的 對啊 這是什麼 什麼 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什麼畫面 從之前在跟政府和一些很多的社會運動 從大埔踐踏濃民的這個土地 然後還有包括文靈院 市民文靈院 然後一直一路看過來到福茂協議 其實很多的都是學生為了清楚表達的 他們的訴求跟立場 所採取的不得不 不得不做的一些必然的一些動作 然後以示對政府的一些野蠻的行徑做一個抗議 那以福茂來說這種東西很簡單 你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之下 你就千方百計想辦法去凝聚共識 逐條審查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執政黨在這個方面 你不是千方百計的要去溝通 要去凝聚共識 而是千方百計想要暗度陳昌 然後也難怪你看上禮拜的營火點就是因為國民黨自己的立委張慶忠 然後用這種方式就偷偷摸摸地跑到議場的後方 然後就這樣子送出委員會 然後去交付院會 好像很多事情都要在檯面下見不得光這樣進行 那福茂協議況且是如此 很多人其實剛剛我們在聊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搞不太清楚福茂協議是什麼東西 或是你後面牽涉到的還有貨物貿易協議 貨物貿易還有很多的 如果都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我們很多的法案都不要審了 立法院一直被人家詬病的就是黑箱作業 然後很多東西見不得光 沒有好好的去審查 攤在陽光下檢視 如果是這樣跟兩岸經濟貿易既然有這麼重大的爭議有關的 老百姓跟人民選出來立法院民意代表都不能決定的話 我覺得要這些民意代表幹什麼 我覺得我們應該讓觀眾了解 就是說這場衝突為什麼這麼激烈 起先是民進黨這個提案審查 國民黨不審 那所以後來國民黨這個提案審查是直接要通過 那後來所以大家受不了 就是說學生在昨天晚上第一次 歷史上第一次衝進占領國會 其實今天已經學生已經有一千個人 昨天衝進去大概有兩百個人 兩三百個人 兩三百個人對 好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其實現在要驅離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學生嘛你很難對他動出 我先請偉翰拜託講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引致大家這麼的反彈 現在大家去看 現在新聞打開看那麼多的學生在裡面 那大家 我現在看到有兩種態度 就是一個是 你已經跟這個政府 跟國民黨 又是幾個立委講不通道理的時候 你只得這麼幹 學生加油 這是一種 另外還有一種呢 是覺得說學生進去以後有一些動作 比如說有這兩天有傳出一些像喝酒的照片 或是張慶忠的抽屜被打開看他們的名片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他的照片 我先用講的 這些動作覺得說你們好像 好像有點像暴民 現在兩派的意見在這 你們衝進去又把東西破壞 把玻璃打破 還有一個警察因為那個中隊長摔倒嘛 有點氣胸送到醫院去 那還好今天早上他又清醒了 那你不可以去打警察 你不可以去撲壞公務 你這個動作是不對的 你們的訴求大家都支持 福茂要審好那就倒回去 福茂為什麼沒有審 在去年的6月25號的時候 因為沒有沒有沒有辦法如馬英九的預期通過福茂 那怎麼辦呢 王金平就召集了國民黨民進黨清明黨跟台聯的黨邊 去進行朝野協商 朝野協商是有白紙黑字的 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個是102年 也就是去年6月25號 來 這樣大家看一下比較清楚 那個這邊決定事項 最重要的第一項 就是這次學生還有剛剛金平在講的 我們抗議的一個重點嘛 OK 那個 福茂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 逐條審查 逐條表決 就是不可以用包裹的啦 然後呢 這個 而且福茂協議特定承諾表 因逐項審查 逐項表決 剛才逐條 現在是逐項就是 每一個不得以全案包裹表決 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 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王金平 簽字 洪秀柱 簽字 院長副院長 OK 好 然後呢 這個是 這邊有賴士寶 賴士寶 OK 林洪池是大黨邊 林洪池 然後這個是 就是 邱毅營 對不對齁 然後這是 林德福 李童豪 對 新英黨 潘孟安 潘孟安 潘孟安是民進黨的幹事 所以這是 這是什麼 黨團協商的結論就是說 大家要照這個規矩 這個遊戲規則 來處理這個案子嘛 洪秀柱 那為什麼沒有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喔 台灣人 我所認識的所有台灣人 最討厭的事情就是 拼後也沒做什麼 台灣人一般不會接受這個的啦 這有時候拔還要 這就是 然後你已經講好了 大家去回想喔 大家要把時間先倒回去看 去年的6月25號發生這個狀況 馬英九很生氣 對啊 你算一下時間嘛 然後再拖嗎 6月25號 王金平一直在做這個協商了 9月就正爭啦 因為這是在修會前的一個潮流協商 那那個會期是suppose 馬英九是要讓他過的 可是後來沒過了 那潮流協商是要逐條審 可是馬英九不想逐條審 他也覺得不應該逐條審 他又要快又不要審 大家去想喔 6月底7月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9月發生什麼事情 正爭啊 馬王正爭啊 9月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那時候院長不是這個人的話 那就是強行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可是後來9月沒有換人成功 我跟大家報告好 我的結論只有一個 馬英九他太急 而且動作太粗暴 想換王金平跟這次的服貿都一樣 還原到上個禮拜的一個狀況 你那時候開始逐條逐項審查 現在也過一半了 可能也過一半已經可以用了 上個禮拜 陳其邁在聯繫委會當主席 因為當然民進黨他要幫 他有他的立場 民進黨要幫民眾把關 他就是要盡量把這個服貿給杯葛拖延 他宣佈開會之後就休息 一直到晚上了 然後散會 國民黨那沒有審啊 你拔開叫我也出奧 這個禮拜換張慶忠當主席的時候呢 民進黨早就有備有來把整個主席台贊助 可是呢 大家去想 每一次重大的議案美牛 或者是其他案件的時候 王清平那個主席台是要靠上以前言清標去幫他開出一條血路的時候宣佈開會 然後很快的進行表決 可是這個遊戲規則現在也打破了 張慶忠他不去搶那個主席台 他直接自己帶麥克風 然後進廁所畫個兩卷出來 要宣佈了 OK 存茶 就丟行政院了 沒有存茶也沒有人記錄到 對 那下一個問題是 他在喊這個存茶的時候 他的那個議事表上面那個聯繫委員會的這個 會議上會開始 電視強勢還沒有開始會議 所以這就有爭議了對不對 而且就回到了剛才看這一份 王清平的立場是什麼 你剛拼好說要在委員會逐條審查之後 再送到這個大院去進行表決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大家都討論以後再去表決 現在沒有 一字不改的 就是當年當初的版本 現在又要強度觀山 然後因為委員會沒有進行任何的審查 所以送到院會4月8號之後 只能表決 過或不過 那國民黨有64個立委 他當然是用這種方式就是要強行過 那所以等於過去這一年我們都是白完了 白完了 那問一下敬平 他這次用這樣強行突襲的方式 都沒有人知道喔 當然一開始 保密到這種境界 其實據說張慶忠 他這裡國民黨裡面很多人也不知道 有一些立委知道 不是完全不知道 據說張慶忠他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去年年底他們就在醞釀 一直在找這個台 去年就Rehearsal 那也練很久 你看剛剛那個 尾翰說馬英九他一個決心 這前一陣子的報紙 馬英九說最遲6月要通過 這個決心 其實他這個最遲的這個 今年6月以前要通過 就在這個會期 其實跟去年那個 剛剛尾翰講的 去年那個6月22號 簽了那個草宇協商的結論 那個會期的時候 還沒有簽那個草宇協商 竹條審查的那個結論 是一樣的心態 所以其實他的 吃緊弄胖的話一直到現在 他還是吃了蹭脫鐵的心 那我剛講說去年他們就在醞釀說這個動作說什麼時候要開始去做這樣的事情 從張慶忠他本來一度不想留在這個委員會做招委 欸這句話真的傲慢欸 你看最遲6月通過 國衛是他可以指揮的嗎 對啊這傲慢欸 你不要忘記他前兩天在國民黨開會的時候 他跟那個大黨兵林洪志怎麼講 他說只問結果 唯你試問 其實就是下了一個軍令狀 你去看這些欄尾 不管是在節目前 上節目 或是在電視鏡頭前接受採訪一樣 都沒有辦法 因為上面已經下了軍令狀 甚至要斬立訣 如果你不再遵守的話 下一個會拿誰殺雞鏡頭 我不知道 所以張慶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幾個立委都知道 然後甚至有點我覺得大家就是 瞎蒙混 然後他就這樣子搞就好了 那請問以立法院的職權行使來講的話 他如果硬要通過 他技術上是做得到的 他技術上他是先送出委員會 你就逐條逐項討論 然後表決 反正你國民黨人數多數啊 問題是 美人他知道那個結論 就是說你就算逐條逐項表決 他還是會過 可是為什麼他硬不照曹義寫上做 重點在於說 他們不希望服帽可以逐條逐項表決 因為真面目會是人 因為裡面藏了很多魔鬼在裡面 他就是不要讓這個真相 不康國會在那邊講出真面目 你看在張慶忠強行用這個方式 送出委員會之後 叫到院會想要用包裹方式 這樣整個糊弄帶過 滿久後來看到那個報紙的時候 還問說 這樣子程序會不會有問題 程序有沒有完備 你姑且說他是 寡辣家小孩也好 或者說 幹嘛還這樣子 貓咕叫浩子甲慈悲 好像多此一問 感覺上你看 他也覺得說 這樣子會不會有問題 你用這種方式 但是你如果不用 不照張慶忠用這種方式的話 整個這樣子帶過去 然後在一陣混亂當中 就送出委員會 根本不要讓你在民進黨 卡在你委員會裡面 先直接在院會 然後到時候用朝野鮮商 包裹表決的方式 就直接這樣帶過 你如果不用這種方式 他們想不到要怎麼樣 除非這樣子就是 痛痛快快的打一架 所以他們覺得衡量 要付出的代價太大 不用這種方式 所以穆華 他的時間壓力為什麼這麼急迫 其實你看這一次 去年反服貌最厲害的業者 都沒有出來 出版業沒了沒法 我請問你為什麼 昨天我們看到只有學生 發動群眾運動 社會運動 但是出版業的年話 為什麼他沒出來 有啊 好明義這兩天還在講話 其實也有批啊 但是沒有很大規模的 包括沒有沒法 事實上從去年六月 到今年這個時間點 我知道其實對岸 包括台灣已經有運作 很久的時間了 然後一團一團帶去大陸 包括各公會的 也都有私以下運作了 所以說國民黨這一次 其實他是算錯了 一個算盤 他認為說這些過去反服貌 最強而有力發生的團體 都已經銷聲匿跡了 就是說他們現在目前都已經 講白話一點 就可能80%都被安撫好了 那他就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點上可以推出來 而且呢 再加上現在最主要壓力 是金融業 金融 金融業界大樓其實已經不賴 你知道前幾個 應該是上個月吧 永豐金的董事長何壽川 他特別邀請記者參序 辦了兩桌 他就在跟記者講說 這個服貌一定要過 他說這個服貌如果不過的話 對我們金融業影響太大 他們佈局了一整年的時間 他們認為這個時間點上 已經是水到渠成 再加上對岸跟金融業界的 雙重壓力之下 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所以他們算錯一招嗎 他們沒有想到 學生會衝破大地 我問你們嗎 台灣是不是叫民主國家 當然是民主國家 所以這個我必須要強調 在民主社會裡面 所有人都有發生的權利 包括學生在內 只是說我們今天發生的方式 跟發生的管道 如何能引起社會最大的共識 跟全社會的認同 學生要怎樣 我覺得那是學生 民主國家就是要經過審查 民主國家就是要經過國會 才會幹嘛呢 我同意你這個說法 所以說才會導致 國民黨是多數啊 我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才會導致 今天這個局面無法收拾 我剛剛會問沐華 就說為什麼馬英九會講說 我六月一定要過 他背後有很多的壓力在哪裡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壓力我們可以不要認同 可是他一定有這個 現實存在的一個因素 我剛剛聽講 對啊 金融業界 所以就先進廣告來 你知道台灣現在有多少人民幣 每一家銀行 然後一直鼓勵大家買人民幣的 只要存人民幣 那不會完蛋